看电影 找旭哥 助你买房又买车 大家好 我是神刀旭哥 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 什么天官赐福 百无禁忌 车会上墙 还能顿地 隔空取物 毫不费力 这部三十多年的老片 是否能唤起你曾经的记忆 住口 俺敢再次摇折 今年呢 旭哥给大家 刀一部张曼玉主演的经典作品 开心鬼撞鬼 虽然这名里边有鬼呀 但是这确实是一部喜剧片呀 话不说 咱正是 开始 歌一即歌 乐梦呢 咱听旭哥慢慢说 故事一开始啊 一帮人在那排队往坑里跳 原来啊 他们正准备投台呢 咱们的女主啊 名叫亚戴 丧辈的啊 士兵歌手 但是呢 因为怎么唱都不火 也没人给他点赞 也没人给他关注 所以呢 一气之下 他就自杀了 他干爹说啊 这回我给你找个音乐师家 今天晚上八点准时投台 我保证你以后啊 能大红大紫 然后啊 亚戴就跳去投台去了 这边呢 他要准备投台的孕妇啊 马上就要生了 但是啊 怎么都打不着车 这时候呢 男主三哥开车经过 就送这个孕妇啊 去医院 三哥问他 你去哪个医院呢 然后啊 三哥就哆喝的 给你送圣母医院去了 亚戴啊 在圣玛丽医院等半天 也没看着有孕妇来呀 然后啊 他就给他干爹打电话 哎呀 别提了 有个二傻子给你妈送去医院了 你现在赶紧去圣母医院 L8病房了 知道了 拜拜 这边啊 三哥一不要心 把人家87号的牌啊给创掉了 就给人家又挂回去了 L8 是这天啊 但是啊 躺床上的是个老爷们 因为胃胀气啊 才来的医院 那鸭蛋也没看清脸呢 一看肚子这么大 那肯定是我妈了呗 妈妈 我来了 我的肚子好痛啊 大夫一看 姨妈 有胎儿在动啊 那你吸引的角度上来看 男人生孩子 那是医学界的奇迹啊 快去找院长研究一下 不待会儿啊 家在那儿蹦出来了 说干爹啊 我妈咋是个老爷们呢 哎呀 你可别提了 有个二傻子呀 把房间号给整掉了 现在已经过八点了 三天以后啊 四点是个好时辰 你再去逃吧 转眼间呢 三天过去了 三哥啊 是一名高中老师 这天下班啊 他开车回家 突然呢 有个老爷们来路 说他媳妇要生孩子 哎 你说瞧不瞧 又是那天那个孕妇 三哥啊 就又送他们去医院 哎 你说瞧不瞧 开一半啊 车还坏了 这边呢 鸭蛋给他干爹打电话 说这都快四点了 我妈咋还没来呢 哎呀 别提了 那个二傻子吃鸽坏了 你赶紧去吃鸽上头吧 鸭蛋啊 唰下就来到了车里 然后又唰下他出来了 咋个事呢 原来收音机里啊 他干爹说啊 那下次投胎的一个月以后呢 不行你就回来吧 三哥的前生啊 是个开心鬼 只要三哥跪着说我爱你 就能暂时地获得超能力 这天呢 三哥正给女朋友过生日呢 请顺便露两手吧 我爱你 哇 好棒啊 再来一次啊 好 我爱你 哇 好好玩啊 我大意了啊 没有闪 第二天呢 三哥他们学校踢足球 守梦员呢 一下把腰给闪了 校长啊 就临时让三哥上 那三哥也不会踢球啊 就让他前生啊 赐予他超能力 果然呢 三哥一下就不一样了 但是这时候啊 鸭蛋来了 这天呢 三哥给学生上生物课 青蛙死以后啊 神经系统并没有消失 用电磁刺激啊 还是有反应的 年轻人不讲武德 这好吗 这不好 好了 你们现在回座位跟我做笔记 但是呢 这小胖子好奇啊 行 我试一下子呢 他就站起来了 很快啊 有哪位同学想再试一试啊 一个所正中 平坤自动 这人啊 是三哥的前世 名叫低汪钢 鸭蛋说 哎呀 你也回这招啊 于是呢 他俩就干起来了 关键的时刻 鸭蛋一讲个 把低汪钢的小辫给剪除了 这没有小辫啊 低汪钢的法力也消失了 三哥说 那咋整啊 以后我咋跟他斗啊 低汪钢说 斗个屁啊 你耽误人家两次投胎 不整死你 都算你命大了 于是呢 低汪钢给他出了一招 说啊 你得用爱去赶化他 他生前呢 没出过对象 如果你去追他呢 他一高兴 你俩这恩怨不就化解了吗 然后啊 三哥就把他的海报和磁带 全买回来了 天天听他的歌追究啊 你别说啊 他听着听着啊 还给三哥听出感情的 第二天呢 就拿着花去跟鸭蛋表白 我终于发觉 我爱上你了 鸭蛋说 你爱我你就亲我呀 于是三哥就 从那以后啊 三哥是对象黄了 工作也丢了 每天只能靠着喝点酒来解忧了 鸭蛋啊 也感觉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了 就来看看三哥 这时候呢 他听见三哥的录音机里啊 正放着他生前的那种歌 这个鸭蛋啊 感动完了 于是啊 利用超能力 让三哥啊 可以看见他本体 从那以后啊 这俩人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转眼间呢 一个月过去了 这天呢 三哥的一个学生 被社会人给抓了 三哥呢 就赶紧过去救他 鸭蛋这边啊 正好接到他干爹打的电话 喂 干女儿 今天晚上十点是最好的时辰 快点去投胎吧 还没一个多小时 三哥这没有武功 也打不过他们呢 这几个小弟啊 就一下把三哥从楼上给扔了 还好我及时赶到 要不然你就死掐掐了 好极了 我们快回去救他们吧 好啊 于是啊 鸭蛋又把三哥给扔回去了 在鸭蛋的帮助下啊 成功地解救了女学生 也把这帮人啊 给好顿收拾 但是正当他们要走的时候 这个社会人啊 掏出了一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可以驱除一切鬼怪 并且它还可以解除一切法力 你还要用这个凿子插穿它的心脏 它就马上魂飞魄散 永不超生了 这时候啊鸭蛋的干爹打来电话 由于刚才啊 被十字架给定了 所以鸭蛋的法力也消失了 这打枕呢 还剩十分钟了 三哥就赶紧开车拉着去医院 由于开得太猛了 被警察给定了 三哥呢 一不咬心呢 还发生了交动事故 他一看呢 鸭蛋的手开始变散了 鸭蛋说 但我全身颜色都退掉 我就会永远消失 三哥一听 这家伙 开得比之前更猛了 最后呢 对面来了一辆大货车 连走到窗上了 三哥这一百度 唰 就上楼上去了 哎 你说神奇不神奇 原来啊 是三哥的前世丁王冈帮的忙 他把那个蛇的变子啊 继承了两根 这回呢 法力更大了 三哥一看表望 说只剩两分钟了 丁王冈说 感叹 你还在这儿 每天呢 是顿地 还剩一分钟 快送他去投胎 谢谢天生 三哥就赶紧抱着鸭蛋进医院了 让一让 赶紧去投胎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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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应该我谢谢你 为了救我 你连最后一个好时辰都错过了 没关系 你说的对 一个人的成功 是靠自己奋斗跟努力得回来的 我要走了 你自己保重我 阿贵 你等我十八年 十八年以后我一定会嫁给你的 拜拜 恭喜你贡先生生了个女儿 二号 他真的是阿娇 我会等你十八年的 老兄啊 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 喂喂喂 我一定会娶你的女儿的 岳父大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们下期再见